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跟AI人工智能去对阵的时候 总归跟和人下骑是不一样的感觉 是这个是一个一间高架的定势 实战这个呢是选择了一个双方都比较简明的 白旗从这边飞出了 黑旗呢其实应该继续在这跟着下 这旗还有打吃的 这样 这呢是这个定势的一个完整 就是这样下呢 就这个定势告一段落了 但他现在不愿意这么下的原因 就是他如果这样下呢 很显然这地方要被白旗先手开拆 不乐意 所以就也是算是一个契合创新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不走了 直接呢去挂了拆毁 挂了拆毁当然很大 但是这个旗被白旗一贴 黑旗的如意算盘可能还是没有 就是没有达成 因为这个时候啊 其实这个扳是很大的 这个头扳住啊 这一下子这个全是外事了 出头很重要 但是他可能本来想着 白旗大概也就是跳一个再花一手 那黑旗呢其实没有什么负担啊 再去抢占速度很快 再去抢占大厂 就这时候呢 这个master是靠的 这手旗下的非常紧 我们多次强调了 说master下棋的时候 讲效率 讲步 讲节奏 是吧 行骑的效率很高 步调很快 然后往往呢 意图在中央 现在这个靠就是一个 很紧凑的体现 你不太好用墙 基本上只好退一个 OK它的目的达到了 它就比这个跳 节省一手棋 反正也是出头 你这已经扳不住了 是吧 跟刚才扳已经不一样了 获得了先手 那我就可以拖先了 所以这个靠可以说是在布局阶段 matter很亮眼的一手 黑棋呢 继续捞地 这个捞角 这个是常见骑形 在这个地方 定型成这个样子 拖了以后 打了 虎了 打 这个是非常 非常非常常见的 走完之后呢 如果现在另一个呢 白棋觉得节奏有点慢 速度慢 连片是 就是由于这儿黑棋已经厚了 它再去吃呢 其实白棋也就给它吃 就是 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厚薄 轻重缓急里面呢 要首先要看厚薄 如果是这块鞋是薄棋 比如这块鞋没有眼味 那这个鞋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最大的 一定要拼命命都要去抢的 但如果这个棋 现在它这已经安定的很好了 活得很大的时候 你这个打吃 无非就是锦上添花的事了 这个木已经 就是 单纯的木术 其实都不是最大的木术 就是怕这个 比如说我把这眼味夺了 这块白棋反而 没有活了 那这个棋也是超级大 但现在这个棋 其实也不是很大 所以白棋就连片了 黑棋回头把这个吃了 那白棋就给你吃 关系也不大 打吃一下 这个之前不要打吃 因为你如果 这两个子还没有死的情况下 你很有可能将来收棺 是从这里打吃的 这个是一个区别 你现在这里已经死掉了 永远都不会从这里打吃了 那你要把上面这个打掉 用上面的这个鱼味 这是一个细节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爱好着 想都不想 就有先手先走掉 但有可能你损失的 到后面会体现出来的 真冲 依然是Master的最爱 碰 这都是连贯手段 这个当年 吴清元大师也是最提倡 这样的下法 好了 交换完 这时候它不走了 不走了 其实这个棋 呃 白棋下面呢 是有这个形式的 但这个形式该怎么样去把它 就是操作一下呢 这个是 其实在围棋里面 这个是最难的 你 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有的时候吐槽一下 就说 我这走了一步 结果还都走死了 或者说我走了一步 还被它破成了什么什么样 我早知道还不如不走呢 不走都比走一个枪 就是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这种地方就很难操作 我们看啊 如果你现在单纯的围这边 那你这边肯定就 相对来说 它就要打入这边 它就不会从这边打了 那你如果说我补这边 那肯定你的脚步就空虚的 这边就要被进去 所以怎么样 围是一个度的问题 实战呢 它是走的这个 这道棋 一看就不像是人类棋手下的棋 棋手一般 不会有这种思路 就是围 可能我们会首先考虑的是 我怎么样可以扩张 就是扩张的更大 但它这个就是直接的 就是我要收拢 我就把这个口给收住 当然这个也 其实也是现在围棋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规律 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的 现在慢慢的 不断的这个进化演变 现在也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 就是围空的时候 要先拢住围 你张太大其实也没有意义 人家进来你也吃不掉它 就是这样子的反而是有效的 看看它实战怎么硬 拐 其实黑机这两招走的挺没有必要的 你单拐嘛 它也就是退一个 你这也就没好到哪去 这个这里不是它的 就是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它的主要目的是这边 这里呢是一个常用的手段 搬了连搬 因为你这个时候不太可能会去近搅和 你这个刚才交换的机招器要用上 利用起来 大致 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白鲜另一个 黑鲜挡 局部呢 黑鲜没有活 白鲜一点 黑鲜就没活 但是实战 白鲜就给它了 无所谓 它就给你活 然后没有硬了 其实现在的局面 我们看看大的地方 应该说空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然后这边很空旷 但是呢 这个 马车都没下 它是下了这个二路利 对于这个利 它是情有独钟啊 它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利下 黑鲜呢 扳了几下 也是一个简明之道 然后呢 拆回 这个地方 如果不看这两招的话呢 其实局部黑鲜是亏很多的 这个地方 白鲜就一碰 就把这全都锁成空了 黑鲜亏了 但是它可能觉得 有这两个交换呢 还可以接受 飞 好齐 你现在刚才的这个 所谓的中央拔花 这一开始让你拔了一朵的 这个地方 其实也没有完全活啊 也没有两只眼啊 也很有可能将来 会成为进攻的目标啊 所以飞出来很大 白鲜 黑鲜开始 有点就是在限制 白鲜的这个模样 但是 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 这个模样啊 其实不是靠围的 不要一步一步去围 你看现在这样 黑鲜是在一步一步的破 但是本身 黑鲜自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都是单关 你不破别人的空 你肯定是单关啊 但是 白鲜没有把所有堵住 都堵在这一块鲜上 比如说 我形成了一个大模样 这个大模样特别的大 你进来了 我不吃掉你 我就不够了 那我是下了堵住的 我这个是堵上了所有的家当 吃不掉你 我就输了 但是马特尔其有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啊 他其他的这个力量分布 都是很均匀的 我这个地方能成 多少 你破掉我多少 我在其他地方 又能成多少 就是他这个 就相当于是一个计算公式一样 他算的非常的清楚 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判断是达不到这个那么清晰的这个状态的 只能是个大概 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爱大概 靠了搬了退 黑棋呢继续在中央行棋 其实这个棋走的也有点奇怪啊 应该在这的话就防止这个断了 走到这儿 他可能觉得你不一定会断 但是呢 这个马特尔真的就断了 长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走的比较奇怪了 因为这两招其实没有任何的 特别重要的意义 没看到有什么 你将来下一手就要断吗 人家这个斑粘都是先手啊 是吧 他现在白细就一粘 很简单 就是说你你补上 你这断就是后手了 什么用都没有 虽然黑棋局部呢是得了一点小力 搬到了这个地方 可是全局这儿等于停了一招 这个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这一停一招 这个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在对局的关键时刻 你停一招在这个一路走了一个 那这个差别就追不回来了 可以说 没空 这个看起来好像破了它不少 但是我们回头想想 你这一路都是漏着风的 这又有多少木呢 其实没有 现在黑棋这个自身 加上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三块棋都没有安定 就是都感觉上比较危险 就很困难 这个棋再跳 先处理一边 但是其实它下的也已经是很缓了 这个白的都已经走到 其实像这样的棋怎么讲呢 就是最最稳健了 已经是 断 这个想要做最后的一拼搏 但是没有什么用 白棋看得特别清楚 你打吃这个 我都要粘住 不给你活一点点 现在这个棋它就难办了 打几个姜 这是先手 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在这个地方 行棋已经非常难走了 实在呢 它是小剑 再去淘这个 刚才说了 这块棋呢 也没有完全处理好 再去淘这个 但是这里被一顶呢 也是要死 一吃 这都走不到 不可能说你吃这个 我还去跑这个 这个留给你吃 这是 因为它周围太厚了 所以它都 不给你吃 你也淘不出去 直战这样 黑棋抽 小剑 白棋呢 就是很稳健的 始终在收自己的木 现在黑棋 其实已经很难硬了 就下一手棋 如果走这个 那么白棋可以挤 你粘上 我还可以挤 就基本上它先手 把这儿呢 就全部封住了 打一下也是先手 嗯 实控上面呢 白棋已经遥遥领先了 那你不能先手 被它把这个补了 那你走到这儿 走到这儿呢 因为它这个挤 先手 其实你也连不回来 但这要被它一尝 这块棋也没有延 你就是跟这块连起来 问题也很 就是复杂 你这 看起来也不像是能活的样子 所以走成这样 黑棋就是 想方设法的在破白棋的孔 但是破了半天 我们回头看看 其实白棋这个 该围的它还都是在的 你知道是破了不少 可是你刚才这个地方就欠着 我现在打赤断之后 我是不需要补棋的 所以进行它这里的这个黑方啊 也就头子认负了 也觉得这个棋 想在追求胜负 应该是没有可能了 那么好 这盘棋可以介绍到这里 欢迎收看天然为奇频道 为您带来的 人机对异 Master对局境界 我是王湘云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盘棋呢 是由Master直黑 对阵的 也是中国的一位小将 颜在名三段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新小木开局 挂脚 黑棋呢 没有选择守自己的脚 现在挂了个白棋 白棋呢 依然三天低加 这个三天低加 想必如果一直在收看我们这个之前讲解的爱好者也知道 下的真的很多 下的太多了 这盘棋呢 它是选择了飞 很多时候Master都会下这个上一路的这招 很多时候会选大鞋 这个时候呢 选了一个小飞 但是对方啊 这个时候变招了 多爬了一个 这个棋 可能爱好者朋友们不会有什么感觉 就是不太理解 什么时候该多爬 什么时候该少爬 其实呢 这个理论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觉得不需要爬的时候 可以跳出来的时候 你就跳 就不要爬了 为什么 因为你爬一个 你每爬多一下 你只多两木齐 对方长一个头 他这块鞋的厚薄 包括对于未来的影响 可能远不止两木齐 所以呢 比如说第一下 如果你就能跳出来 那你最好第一下就跳 可是很显然 第一下跳不出来 要被冲断 那你就爬一下 爬一下之后可以跳了 那就跳出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因为你多底下交换一下 它上面多走一个 它厚了 这个厚呢 未来可以转化的 远远不止两木齐 所以尤其要记会这种 一直爬的棋 如果你觉得一直爬特别开心 那这个棋有问题了 一定不要这样子 能够早跳就跳出来 黑棋 打入 之前的几盘棋都是跳这个的 这盘棋呢 是换了换花样 走这个 我们来看看换了花样之后 这个棋会形成什么 打完了一场 白棋能转到了这一边 如果说能够打 就是把黑棋吃掉的话 肯定是最好 但这个棋不成立 那么只能单走这个呢 当然黑棋这时候 千万别去团了 你团它就一粒 这就亏了 然后单间 这个子看清 你吃我是可以吃 但是呢 我们看刚才这个子的交换 其实这个子也 就也挺笨的 这个子 所以他提 就给他提掉了 吃 白棋能小尖 这个变化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双方还是难解难分的 要看未来就是这个战斗开始了以后 会下成什么样子 跳 呃单纯的这个向中央去出头 我觉得单纯如果双方就是都向中央跳的话呢 好像看起来啊 双方也就都差不多 就是一个呃军事的这么一个情况 下一手棋 黑棋飞一个 想要在这个地方呢 多争取一路 白棋 如果说能冲断 当然第一时间会冲断 但这个棋现在冲断好像不是很有力 所以只好贴 那黑棋如果长呢 白棋可能也再贴了 再飞 这样下 黑棋挺有意思 它这个飞完之后啊 枪头一转 它下来了 所以 我们给马斯特一个定义就是它最终的目标任何时候都是瞄着时空的 这个是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 它现在这个棋其实也是走下来 它觉得中央我可能不一定要按照我保棋的时候去处理了 我走后了我就按照我后的方式来处理 可以用更强 所以其实这个也 我相信爱好者朋友可能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但是 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个棋就是要讲究的是每一手棋的效率都是极致 所以它们觉得这样的效率并不高 所以它也不允许这样下 它愿意的呢是及早的 有根据 那根据呢肯定不在天上 根据地都在下边 所以它走在下边 那飞一下的好处是什么呢 飞一下的好处就是避免你直接捡 是吧 如果没有飞的话 这棋被一尖就已经下来了 现在 你得扳一下之后 你也下不来呀 你还得补断呢 这就是它这个棋 飞了一下之后的好处 接下来的下一手棋 其实也是很容易想到的 如果 大家想到了这招棋的话 我觉得 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种棋就是清分白角 这个子跟这个子当一回事用 在这 清分让你走这个 我心情就愉快了 得分了 白棋不肯啊 白棋要反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棋手 面对MASTER 虽然说战绩不佳吧 但是也也是有原因 就是快棋当中 很多时候你很难去 就全横的特别到位 就是各个变化图我都想过了 然后怎么样子去进退呀 包括之后这些变化都想到 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快棋当中 肯定人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电脑它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它下快棋和慢棋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在最近一次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中国的这个决议 就是腾讯公司开发的 这个AI也非常厉害 那么经过对决议的观察 就发现 它下快棋 胜率基本上可以达到 百分之七八十 这个就是跟人类棋手下棋 胜率很高了 可是它如果让它下慢棋 把用时一铺开延长了 对它来说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快慢对它没影响 但是人类棋手的胜率 大幅度提高 而它为此呢 这个决议甚至可以下跌到 就是这个胜率啊 直接下跌20%到30% 所以这个用时 对人是很关键的 但是对机器来说 其实它没关系 所以我们虽然说 这个Master的对局当中 就是所有的棋手都输了 都失败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说 也许我觉得慢棋 也许还会有机会 就是反正抱着 这种态度的棋手 也是很多的 就觉得还是要下下慢棋 才知道 因为快棋 就是会出现 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白棋这样一走呢 肯定眼见的觉得 黑棋这棋不好处理了 黑棋一顶 下一手白棋 黑棋一立的时候 突然发现 其实不好处理的 好像是白棋 这白棋不好办了 而且把黑棋越走 越厚 也不是它的初衷 那它初衷 其实就是想反击 搬 这个棋之前 在黑棋这个漏之前 黑棋先拐了一下 这是决限 现在搬 黑棋又一双 做准备工作 做好准备工作 它就来断了 其实这个也是 就是刚才我讲的 快棋当中 很多棋 你来不及细算 就是一个感觉 现在这个棋就是 白棋只好就是 凭着自己的感觉在下 但是 老实说 如果能够想到 后来的变化 那么悲惨的话 白棋一定不会这样下的 现在 我们看一下 本来刚才是白棋的脚 白棋很多个子 这个一个大飞 然后又有小尖 下长了一个脚 然后黑棋一漏进去之后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 不但脚底 空没有了 甚至于自身的死活 还出现了问题 你要是不走 可能就会死掉 那这个一来一去 这个损失的 也太惨重了 这个 可以说 这一个定型的局部 就把这盘棋的结果 已经 已经就是很一目了然了 我们看看 白棋必须得活 不然的话 这还是个假眼 但是 咱这个之后 想跳吧 被黑棋一跳 你在这个地方 就是往下去发展 很显然 也是没有前途的 那又得回到上边 这地方 脚上 但是也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进行成这样之后 白棋能脱先吗 这块棋 就这 吃掉 吃掉四木棋 两个子 有一个眼 如果你脱先 直接就死了 那这些 挑一个手镜 所以这个白的简直是 用惨不忍睹 我觉得都没法形容了 感觉像这个地方 像中了黑棋的飞刀一样 这个 不可能下成这种局面吧 在你没看到这个变化之前 但它真的就下成这样了 所以只能说 在快鞋当中 真的是 人的这个 各方面的能力 是跟不上这个机器的 就现在白棋又得补一个活 但补活在这也很痛苦 它 为什么痛苦 这般一个是决限 你还得补一个 那这地方 等于是将来 这地方木树 各方面又有差别 包括你的眼型 都差了 所以下成这样 其实这个 实控上 白棋是 差距太大了 我们看一下 白方获得的实控 将来如果有一天 黑棋吃这个 白棋渡回去 白棋这边没有什么木 这全部都是黑棋的空 而且现在还轮黑棋下 这个大家可能 觉得难以置信 穿成这个样 确实是这一漏 白棋想反击 白棋最后发现 其实我还不如不反击呢 还不如把三三占了 也比现在这个效果好得多 但是没办法 这个棋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 真的是亏太多了 走成了现在这样子之后 黑棋守一个 比这个 因为它现在的形式 确实是特别的好了 所以走的也都很温柔 就扣一扣 长 把这个又给尖回了 这个尖回也是极大的 你这地方进不来了 基本上 就算你飞在这 我就守住 将来就算你刺一下 那它这个木树也依然是特别的大的 但这已经 其实对于这个事物来说 这边你无论走成什么样 它都 就是白棋都已经难以追回了 接下来呢 这个棋 白棋病 可以觉得下一手是非常稳健的走这个 完全把自己任何薄棋都 它都不去拆这个二了 如果说现在最大的地方 可能眼见的是这个 它都不走这个了 走这 下一手在小间也很舒服 你是可以来破我的空 但是它就是觉得 只要我死活不要出问题 接着棋就行了 对 然后接下来黑棋 好 黑棋还小间这个 它觉得没关系 你走这个 当白棋来 威胁黑棋了 这看起来黑棋挺危险的 这地方要形成一个打结 但打结呢 又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 白棋怎么跟黑棋打呀 那边都是结材 白棋找了一个病的结 黑棋 黑棋就立一下 这个结其实不太会这样找 如果是人类棋手的话 肯定是先找不损的结 但是没关系 它计算轻了 自己这个结材呢 反正是有利 吃这个 不能要了 只能提掉 因为你打结肯定是打不赢了 形成了一个转换 形成了这个转换 可以说也是一个不成正比的转换 白棋呢 把这个脚全部吃掉了 看起来呢 也挺大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边 四分之一棋盘处 全部都被黑棋惊吞了 这个远比这个脚大多了 这个棋 所以呢 定型成这样子的时候 当下到小剑的时候 白棋也是终于忍受不了了 就投资人负了 可以说白棋的失误就是在这个脚上 但是这个脚上 为什么会导致成这样 当然黑棋下的不错 把棋型啊 各方面都抓得很紧很牢 但是白棋自己的这个失误 其实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不是输给别人了 你是输给自己了 嗯 那么好 这番棋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